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即市攻略》 我是李慧怡 環節嘉賓有Anno Anno 你好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股票上的問題 想問Anno 可以打電話2804-6566 或者可以E-Mail去到ASK-BH channel.com 亦都是WhatsApp去到9157-1428 我們YouTube、Facebook還有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恆指最新報28,087點 升189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10815點 升71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619億 Anno 看看視況 隔晚美股都做好 拜登說將會推基建大計 港股5天累計連續跌了超過1500點 今早就承接到美股那邊的高開過8點 最多升200多點 上回到28,000這個水平 不過好像彈力不是很夠 在這個位置都僵持了很久 會不會接下來都在這個位置拉鋸一下 其實純粹是指數很超賣 連續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由29,000直插到27,500 當然昨天的跌幅收見了 但其實如果看小視圖 看短線來說 真的29,000直接到27,500 是直插沒有碎化的 你跌了1500點 我們有說過不止周期權 甚至說在月度期權上準備跪結 你這段時間夾一夾淡倉 做一個技術反彈是合理的 我們昨天有說過收視 你連指數都還在保力加通道外面 你怎樣彈一彈 落回通道裡面 當然OK 但問題現在在通道底部 你接下來會不會彈到28,000這些位置 再隨著通道慢慢擴闊 慢慢跌下去 有機會 所以這個月建了底 27,500有機會 但是4月份 本身4月份是下官司 但是現在市況不遷就 如果消息層面上 完全沒有太大改變 扭轉的話 都是小心惡愈 所以在策略上 都是趁這輪反彈上 選擇慢慢減次 減榜等等 短線來說 除非它上升28,000樓上 其實有機會碰碰8,000樓上 但你都要看到一兩天 能不能站穩等等 所以暫時策略上 你真的不要建議太過進取 你這些中概股又有機會脫牌 實際上 其實情緒 我們有講過情緒 影響多於實際的 不會突然間 下個星期 一兩個月內 突然間全部要脫牌等等 但這個情緒 短線來說 還會繼續困擾市 所以我覺得短期來說 都不要太過樂觀 純粹是技術反彈 絕對有機會 但彈得多少 我覺得可能看到 28,200至28,300樓了 是的 大家留意到 28,200至28,300樓 這個位置 不要這麼進取 Arno 不如跟你講一下 那個杯葛潮 我見到Kell Johnson 已經問關於這些問題了 見到H&M之後 Nike Adidas 都被發現 曾經抵制新疆棉花 昨天打開社交網 都見到藝人 紛紛割席 不用那些貨物 見到大家都衝進去 支持國貨 見到李寧 她加入良好棉花聯盟 見到她今早已經升超過8% 安達也升6% 這兩隻 今天這樣做好 其實延續昨天的聲勢 你說跟進 講法上面 我都沒有太大改變 你看回昨天我們說 都大致上這件事 你有課 我們當然建議繼續抓住 因為本身 抓住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這個因素 純粹 本身你看好那個板塊 現在加上這個因素上面 就令到你看好那個原因 更加大條道理理所當然 但是你說 藉著這些因素 這樣去追 我們昨天都不建議 你050元 安達120元這些位置 那套圖 我們都沒有建議過去追 因為原因就是 你不知道突然間會不會轉台 李玲和安達 當然是加入那個 新疆面的團隊上面 但是問題就是 Like Adidas 會不會跪低 Like Adidas 會不會突然間 我們選擇 沒有一個杯葛 令到整個事件淡化 那這些股份 就有機會獲利回套 所以你說要看好的 之前低位賣了 你不看好的 那就繼續看定一點 不會因為這個因素 去改變 但是你看回他們的股價勢頭 上面是強的 你0現在直接挑戰55元這些阻力位 但是破到才算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追 你覺得錯過了 很不結束 你又等它破位的時候 純粹追 正反而你借著這些消息 我覺得一些公司這樣看 其實你說 例如剛剛講到 有些好像 新秀麗 普拉達 普拉達 我又不覺得 真的很參與這件事件裡面 這件事件裡面上面 暫時看到 主要都是以體育用品 那些相關品牌 那些公司為主 因為他們真的有大量的代工 是用中國製造 會涉及新疆面的因素上面 所以導演說 其實那個市場 為什麼近期來說這麼震盪 這麼害怕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擔心中國和國際市場上面那些關係 之前試過中澳 現在說中美 這次是說中國 和很多歐洲不同的國家 一樣都是扯上關係上面 新疆面的話題上面 是說很全球性的 很多說要人權國家上面 都涉及這些問題等等 短線來講 我們覺得 就無謂差距的下去 先看定些 我覺得 因為問題就是 隨時有機會那些公司轉態 你受惠的就跌下來 不會說要全部吐出來 但會有一個鑊利回托 你受惠的那些 可能有機會跌倒 例如2313 或者偷薄這些 有機會跌倒還是不行 我們所謂的建議就是 以昨天的低位 作為一個止洩位 如果真的再穿上去 那就算了 理性地止洩離窗 如果你要守到這一刻 都只會繼續守下去 但至於你去買博反彈 我們都不建議這樣做 說就說他有機會轉態 如果他不轉態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有機會跌下去 所以這些事情是猜一下 你問我 我猜的話 有機會轉態 但我們不會建議 想法就是這樣想 但那個部署策略上面 有時候 有這樣的想法 你不一定要去做 最好抱回官網的態度 我就不會在這些 封頭上面 嘗試在這個勢頭上面 在這些位置上面去剔破 留意一下 其實我都回答你了 1910和1913 他說問 那小米又怕不怕 小米根本有個消息 就說他和那個長城汽車 牽緊用他的工廠生產電動汽車 小米你又怎樣看 又升回了 那你做電動車 那不是第一次升上來的 但是升上來之後 會不會又蒸發了 絕對有機會 但是其實業績上面 我覺得 就怎樣說好呢 業績我覺得你當看不到算 因為那個業績好過預期 但是市場不會因為那個業績這樣炒上去 那些大行繼續維持看好 那你可能說 有更加多大行報告 出到你 支持小米 再加上長城汽車的消息 升上來 長城汽車今天都升6% 但問題就是 那個對公司的實際貢獻有多大 市場購買的這件事 你未來和長城汽車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小米不會親手 下手下腳 完全做一輛車出力 它可能只不過是說 配合 可能那個汽車的操作系統 無人駕駛的系統 或者整個未來 整個氣人自車的計統上面 可能你說小米和長城汽車 要緊密合作 這個事件是正確的 但是你說對於小米 又要關注 所以在內部 但有些小米 就是大陸 大家知道 這個事件是不安排 但這件事件是不安排 最怕的是 大家看到新手機出來之後 看到光死 跟之前市況不同 你去年 說自行手機 大家看得樂觀的時候 有新產品 小米又會炒到上來 你現在市況上 最怕是有新產品 說沒什麼特別 跟著就要對回去 這個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想小米短線來說25元這些位置 我們建議有貨的 你真的喜歡這間公司 喜歡這個品牌的 你OK開箱 但如果純粹一直以來盲目衝憬 覺得小米應該OK 但是我們又不建議現在市場上抱著你的投資心態 今天反彈勢就好 因為事實上我們都說跟長城汽車合作 市場視為的一種正面消息 你看有沒有機會夾到26元這些位置去減少 我們其實都建議過很多次27元這些位置做減輸 如果你跟了的話,沒什麼問題 但是你如果短線來講 再定一個止洩位,就是昨天的低位 大約22.8這些水平 你不穿的話,就看技術反彈 看看有沒有機會彈到26 或者上分,甚至樂觀一些27元的位置讓你走下去 是的,拿著小米的朋友就參考一下這個意見 另外,他問96、98和98、88什麼事? 那隻八道又真的是測問 如果你還問這些股份什麼事,我有點擔心你的 那個問題,有什麼理由不知道什麼事 現在就是因為美國很多公司除牌 雖然你說,有些人 我只不過給你的角度就是 你明明他們有第二上市 除牌就除牌,回來沒問題 如果你有這個想法,我覺得倒數了 我們糾正回想法就是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現在除牌的風險 對這些股份是有很大的衝擊作用在那裡 因為其實你現在這樣 我們有講過 譬如你聽我講過一次,那個市場我們賣得不差 但市場都一直賣下來 一個原因就是,現在市況處一個階段就是 股值向下修正 特別是說之前升得很過份 疫情之後有些盲目憧憬,過份樂觀的股份 修正得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之前有講過的,增長類型股份你都要再分兩率 有一些就是衷敬到什麼2025年,大數據這些 萬國數據這些就是 沒有一個很果觀的營業能力 PE 貴到你很普通,用PS比數計那堆股份 那這些類型股份,你借著這些因素,就是估值向下修條 百度也是,衷敬無人駕駛那堆 那本身近期,特別過去這半年升了很多上利 可能乾媽又有賣這些因素,本身衝高了上去 百度的估值是不貴的 但問題是,之前市場炒 主要炒的那樣東西 就是炒一些很誇張的衝勁藝多 所以現在說著估值,處於一個向下修正階段 但問題就是,如果以百度的那些個案子為例 以百度為例,你又第二天了,對著樂力 這些位置這樣強硬去止蝕 又真是幾上的 你以美股為例,我們覺得220元左右 我們昨天也說225元這些位置,百度就去止蝕 但沒辦法,你跌下來 那你又時間點不對 所以這些位置只能捱 我們就覺得,始終第二上市delete的風險 有機會影響到整個 其實以氣氛影響為主 而影響氣氛上面,不要看少調情復度在那裡 所以百度現在給個建議,就說200元 今天的低位,穿起來的話,都要走的 至於反彈到什麼位置走的 我想可能第二,都是之前說的那些指示位 225元這些位置就會想著反彈 就去走的 那如果想撿死雞股,反彈都不建議 短線搏反彈,我又不是太過建議 找一些風頭火勢的部分來的 就是一個道理就是,你走去搏百度 跟剛剛說去搏偷搏那些 沒什麼太大分別的 你搏到當然是OK 搏不到的話,無端的再猜到 一個問題就是,你即日交換都更好 你即日交換,你今天可能你的位置 是210元搏,200元做指示,輸10元左右 但今天你說要搏它上220元 完全收復了那些跌幅 我覺得沒什麼可憐的 你可能說,最多都是彈到215元左右 所以直播率不吸引,你們上網的 5元,跌就跌10元,所以不會建議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搏反彈的 你不如搏一些,可能有消息炒作 搏強勢的相關股份 譬如說之前說小米那些 或者你不喜歡小米的,就是搏長城汽車那些 但是你短線又彈了那麼多 所以你說搏反彈的股份 你真的是趕著跟消息去炒 我覺得如果你看今天可以留意,選一些物管股 不過轉過頭,現在看又升上 之前物管股出完業績之後有得升的 好像迫伏,生活這些又升上來 你可以留意這隻迫伏 短線來講,你會搏它再升多一集 是的,留意一下,其實是早上Eric和梓忠 先回答Eric的問題 Eric就說3339出了業績派末期式告禍 建不建議買入嗎?現在爆了上去 中國農工 中國農工,糟了,我沒有看到這份業績 很抱歉你這樣說 但是其實對於重型機械版法來說 我們看法是向來正面的 我覺得如果你看圖 因為我沒有怎樣看業績 我就很難說衡量整體講法上 但是你看圖上面是漂亮的 你如果想不到買什麼 在市況上,你搏這些 我們覺得是OK的 因為在估值上 我們經常說現在買股 今年開始 從估值角度上出發 但是看圖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圖上面就是突破了下降趨勢 短線來講,但是你留意一下 定一些指示位 如果我們設定在下降軌上面 2.8元 這些位置分分鐘會輸一息 再有 但是抵薄的 因為你覺得短時間來講 一下子落回去,機會不大 你最多落到高位 你回套 是落到保力加通道頂部 再有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樣這樣去追 如果建不建議買的話 我想如果我看了一份業績 那份業績是OK的 可能今早就追了 如果你在這一刻慢了 我們建議先落低一點 3.1這些位置先去試試 因為其實你始終它升穿了保力加通道頂部 就是會有個升浪 但是在升浪走之前 做一個調整 因為3元就太過貪心了 可能未必碰到 但是3.1這些位置樓下有機會的 所以我會建議這個策略就是 因為我沒有怎麼看那份業績 但是我覺得我對重型機械版法 向來都OK的 我不是很抗拒的 我覺得你試試乘搭順風車 可以這樣做 短線來講的策略 我會建議3.1樓下買 2.8座這些位置做指示 那OK的 駁它上分3.5座這些位置 那Abby 可以參考一下 講一講已經一成就 好 現在先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否有黃小姐 Hello 黃小姐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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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些甚麼 問3.7 3.8 是3.7 3.8 是3.7 3.8 你有沒有貨的 有啊 是 多少錢有貨的 23元 23元 是 24元 就想問一下它是嗎 是 下個星期三就先出業績 但是就不抱太大期望 SARS股是一個很高風險的版法 是 你23元買也好 高位買也好 短線的股價波動很大 首先你買這隻股份 第一要留意你一點 當你很漂亮 就20元買這些位置 你也會有機會輸 股價會搓得很厲害 你未來的浮薄 37 300 可能在20至30元這些位置 絕對不出奇 所以你就不要想到23元 好像摸到底很安全 第一方面你拿這隻股份 問自己 如果股價突然間 市況不就大跌下去 你未必能走到 跌到20元這些位置 對你來說相不相 你承擔到這個風險 因為這些是比一般股份更高風險 短線你看之前 一天跌三成 不是沒試過的 所以你說突然間出現業績 落到20元這些位置 你定止虧位 可能23、22元這些位置 但我怕你未必能執行到 所以說這隻股份 第一個問題不是奧不奧企 第一個問題你要留意 你自己有沒有這麼大的風險承受能力 假設你OK 你是博的 你少住的 我想短線的看法上面 就暫時近期的SARS股之前 又是估得很狠 所有東西都是處於一個技術反彈階段 你可以駁它彈到26、27元這些位置 但是你看完業績 我就不是太過建議了 因為說股值上面 什麼好因素上面 其實你雖然下降很多 但這一刻這些股份 不會叫做便宜 我覺得暫時說 看26、27元做反彈位 你23元買的 就以一條100天線 就是23元做指示 但是越近出業績的時候 就越危險 這些股份出完業績之後 可能突然間大跌 不奇怪 但是你要駁它大跌 我覺得不是時候 黃小姐就參考一下 自己看指示位 志聰就問 2600會不會再炒上去 會不會再炒上去 我覺得鋁價 或者一些有色金屬股 未用玩完去形容 但是你要明白這些股份 是一陣陣去炒的 你看到我們推介 我推介了很多次 2600 但不是不斷不斷不斷 即不像700那種 以前700升那種 是幾時候都能買 可以 又買過季沒有買錯 你買這些資源股 你就不會用這種 看炒股的方法去炒 你炒些什麼 是突然間炒經濟復甦的衝擊 譬如11日月 美國大選 拜登上場了 大家覺得全球經濟有個復甦的情況 全世界不會再這麼混亂 到時候有些有色金屬就炒一層 然後第二月 十年期債升上去 因為有個通脹狀況 大家看到經濟復甦的動力快 所以就炒一層上去 但是你又去到這個時刻 因為大家對於全球經濟的復甦的憧憬 開始有個半信半疑狀況 原因我們這幾個星期就講 疫苗 疫情 歐洲有些封鎖等等 接著就是講 開始有些央行收稅 未必實際動作收水 但是態度足以致命 所以短線來說 2600這些 可能會悶一層線 你有機會重複 可能這轉圈 我們有講過的 悶這轉圈 接著等第三輪再炒上去 有機會 你定一個長線目標看4元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2600的估值真的不是太貴 但是短線來說 你又不知道波動性有多強 3元這些位置 是否鐵帶一定守得住 我就真的不敢擔保 所以如果2600 那個部署策略上面 我就不太建議這些位置出手 短線來說 如果你真的站得穩 在三個半樓上這些位置 才叫轉圈 我們有講過短線紙洩位 三個半這些位置 我們上個星期一推過之後 它一下子跌穿了 脂肪不走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三元這些位置還受到 還可以的 但是你說做部署上面 要不就駁它去到三元這些位置 要不就駁它去到三元這些位置 要不就上三元紙洩位 要不就上三個半樓上 如果你沒有亂定 不能夠很順利的執行紙洩 我想這類型股份 就要小心一點 股價短線來說 是會比較錯 比較波動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三個三這些位置 就放在一邊 始終留意 好 我們現在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之前的電話旁邊有方小姐 方小姐你好 你好 早安 你想問什麼 早安 我想問一下2669 我五個八買的 現在升不升到七個半 升到七個半 其實又不是真的太過樂觀 因為你今天都見過七萬這些位置 2669份業績 又真是令人跌眼鏡 在好那方面的跌眼鏡 因為問題就是 2019年突然間盈利倒退 開始今年 上年好轉返 你最怕的狀況 唯一有個風險因素 就是會不會上年因為受害疫情 因為其實物管局記住 是受害疫情的 疫情那段時間有很多補貼 有很多相關利好因素 最重要這個市況 我喜歡找一些 估值合理的股份 是 2669個估值是叫什麼水平 用最新份業績計 大概30倍PE 不算是很過分的 短線來說 我們覺得如果你物管股 市盈率 用最新份業績計 在大約30倍 左右這些水平 其實可以賣得過 所以為什麼近期 物管局 我們過得買中海物業 賣亞生活 如果貴的 又有增長動力 買一些大隻 高毛利的 6098這些都還可以 所以我覺得 如果特別你低位 炸了5.8這些位置 都捱過最壞的時間 今天有整支大洋竹上來 7.5元 你看著可以 但是前提 就是 6元 今天大洋竹 如果整支洋竹 消化了 沒有了升幅 你就要害怕 所以我覺得 暫時來說 你看7.5元 又不算太過分 比較樂觀的 預期就是這些位置 可以看7.5元 不要再穿6元 站得6元 樓上已經可以 那方小姐就參考一下 阿奴的意見 我們繼續回答 這個YouTube朋友的問題 Kam問一隻9626 Bilibili 你怎麼看 這隻超額 營購了873倍 其實炒了10% 你超購的狀況 反映你分派多少 你現在超購的好處 就是 你沒有分得那麼多 你就不用輸得那麼深 現在你都知道 美股的ADR計 可能大約是跌 沒有一成的 大約8%左右 但是問題就是 你暗盤 你可能一堆人沽下去 但是你中概股 沽了第二天 明天明晚 美股會不會開始有些反彈 你不知道的 所以我又覺得 應該抽得Bilibili 那些都不會 蠢到炒貨原歸邊 不像平時炒新股 你不會突然覺得 會貨原歸邊 這樣炒上去等等 大家都是做一些 比較中長線的部署策略在那裡 是的 可能真的要靠運氣 要抓你好運 如果你抽到的話 看定些 定好一些止蝕位 你說自己在什麼位置做止蝕的話 輸一成左右 就先投降 我們覺得這個心態上面 就是你一隻股份輸一成 你比較容易在市況上面 用不同的方法去保守 用衍生工具就更加容易 炒正股 你要賺一成左右 都不難的 但是如果你 可以做到損手爛腳的時候 才止蝕的話 就有問題 所以你說BillyBilly 這些問題的話 我覺得不是公司問題的 甚至中概股 這類型股份來說 我最喜歡BillyBilly 但是問題就是現在市況不走 特別說這些之前炒了很多股份上面 那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你說如果你看BillyBilly的狀況 我想這些位置我自己看好 都不敢去買或者推介 你來看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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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他也問 1628、1638和1777 大跌 但是2202又沒有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1628我就還沒看發生什麼事 這個我就回答不到你 但是街燒業 大家都知道工股 工股當然跌 難道很樂意 無論牛股錢或是去買 很少情況下工股會大升 除非工股在說集資 用來做一些 很有前景的事情 很有前景的事情 但是不提 純粹補充資金 那就會跌 至於你說花樣年 份業績上面 我們有講過 今天在其他節目上面講過 你看內房公司的業績 千萬不要 看他只是派多少息 賺多少錢 從而判斷股價走勢 因為說基本上 他幾年前買了多少樓 有什麼數字會入帳 那些大行 真的是sector analyst 一定是一清二楚 他們一定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看內房業績 永遠都是看細數 什麼細數 看看有沒有過三條紅線 就是負債問題等等 而花樣年 在業績上面見到一個最大的亮點 就是發了很多一年期 一年以內 到期的優先票據 債券等等 這個市場一定不大 所以股價跌了下來 內房股 我想其實我們向來都說 不會整個板塊看好的 你要選 都是選一些大隻 低負債水平 業務穩健 賣樓賣得好那些 首選我們向來都說 選華人自地 要不就是說一隻 玉輝887 要不就是選一隻 龍湖集團 我們都是說 我們選這幾隻大隻的為主 暫時你們看回 又沒有什麼錯的 唯一錯的就是 玉輝那些相對的比較弱 但其實對比起這類型 小隻內房股來說 都差這麼大的 都不算表現太過差等等 年初至今 玉輝884 都還有個不錯的升幅 雖然我們可能7元的時候 才提及 但不是市場跌的重載區 那些股份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在內房股上面 雖然今天是向下低 我想只是局部某些 小隻那些 向來都不想的了 你碰了的話 就自己搞定 我們都幫不到 自己安排 就是生死國安天命 這類型股份 我們覺得 你說基本面上 真的不是差得那麼厲害 其實好處就是股值 但問題就是 你會有機會 隨時面對街涉這些 供股風險 那你又要有個煩惱 還要不要供 要不要供錢下去 我們都覺得 盡量避免的 這些實在太麻煩 太難搞 盡量的話 我們都覺得 這些市況都是以審審為主 是的 留意一下 我們回答WhatsApp 朋友仔問題 有些朋友仔就說 1024快手 315元有兩手 什麼價格可以混和上網多少 對不起幾千又好 315元有兩手 315元有兩手的話 我覺得你不如等它 有機會彈到 去300元這些位置減次算了 減次算了 你真是說要去混 我覺得就 還不是時候的 因為說你要選擇混貨 這些位置 現在市況做混貨部署 你混淡回息本 等它打和那段時間 然後就平手走了 就是這樣 你不會突然間 在這些市況選擇去混貨 然後看好它 因為我只會怕你越混越滲 你這些位置混第一注 雖然 我也相信快手有機會 技術反彈 但是300元有機會 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些位置混貨 好運就彈到300元 就捉你好運 好運就300元 你落到250元那些 又是又尷尬的 第一方面250元 你不會馬上想著走 你只會擔心要一個月購 大家明白就是分駐吸鬧 混貨 我們強調很多次 不一定要向下購 你向上購的時候 更舒服 短線來說 在這些風頭火勢的狀況下 你還不斷地亂地向下購 我們就不建議 如果你昨天 有個意識 你明知道 上次低位250元做止蝕 近邊位上 混了反彈 你現在混淡成本 你下降到200元 200元 208元 那就開始有條件平手 或者甚至賺少少 300元走了 但是你315元拿到現在 第一方面你要記住 250元是一個止蝕位 如果這些位置去混貨的話 直播率不是太過吸引 現在穿250元又要走 不走你又要捱 所以我就覺得 算了 做少點事就好過了 西方地 你看一下有沒有機會走一個箱底 但是 機會又比較渺茫 你說要突然間這兩個箱底 就是升穿330元的頂線位 去回400元這些位置 超高難度 這個就不是好運那麼簡單 就真的要 很多基本因素配合要轉細 不容易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315元 如果拿著去到這些位置 等它反彈到去300元這些位置 輸小黨贏 看看有沒有這樣做 會相對比較好 你的朋友留意一下 輸小黨贏 這一隻 不要想上網多少 好 另外一位朋友就問 1299能入得沒有 這隻有幫 入1299 我又不想到那個原因 變成要買舊經濟股 很多選擇都比它好 略論估值有幫 又不是說便宜得非常誇張 跟東亞的合作 我們看法中性一點 又不是十分之有好處 又有很大的優勢 我又不認為東亞的分售 銷售網絡可以對有幫 有一個很大的貢獻 所以這個股價也是滿的 你特別看到這個股價 十天線的阻力 是非常明顯的 每次碰到十天線都升不上去 所以相反地 你被一條十天線壓得久 最終會有機會向下突破 短線來說 我想有幫不建議這些位置買 短線的區間 就在93至103這些位置 你去博 93你去試一下博 是可以的 但是你這些位置 我都不敢說一定可以 穿起來 下回90元 絕對可以 所以有幫 你打算做一些 打算穩健務處 都不要打算這些位置博 第一 起碼它上到十天線 你才想去博 上不到十天線的話 我想有機會去到八指頭 你為朋友仔 留意一下 都不感謝安娜 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我們盡量回答這些問題 都不感謝安娜 和你申報 剛才提到股份有沒有持有 有無持有的 謝謝你 這段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 待會見